海岩5號發生了沉船的不幸的意外 幸運獲救的船員他們一計猶存 他們所以聽到巨大的聲響之後 就立刻去查看 結果發現船艙有大量的進水 有沒有問題 然後發現就大量進水 差不多多久船就沉船 兩個小時吧 我們先通知駕駛台 先通知駕駛台 然後常常有廣播 就是等待救援 就叫大家等待救援這樣子 後來你們是什麼情況下開始跳海 我們沒有跳海 都沒有人跳海嗎 你們就是在船上然後被浪 就是等然後被浪打下去 你們在船上然後被浪打下去 對 那是海巡怎麼救你的 海巡我基本上就是 你要抱著救生衣 然後在飄著 然後等到海巡人員幫忙 就是給你救生圈 然後馬上拉到船邊拉上來 我們下去的人的人數 都太不固定了 像我就自己一個人下去 然後他只能先救我一個